修学三种布施 财布施得财富 那是理想法财 修财布施 要想求智慧 发布施 要求健康长寿 无畏布施 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 富士们中有求别 一点都不假了 这里面所求的智慧比什么都重要 不能没有智慧 人有智慧 决定不得三国道 人有真智慧 决定可以脱离六大轮回 为什么六大轮回太苦了 释迦牟尼佛 出现到这个世界来 他只有一个 目的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历苦得落 苦难的标准是什么 是六大轮回 凡是在六大轮回里面 都是苦难众生 天到呢 天到现在很好啊 不错啊 天赋享尽了 怎么办 天不能再往上去了 就都往下降了 富净了 就堕落了 罪净了 三卧道是消罪业的 罪业消尽了 就上身 上身是福 富消尽了 就往堕落 这很苦啊 永远没休息 佛经上讲啊 身死疲劳 我们不知道 佛看得清清楚楚 佛来帮助一切众生 历苦得落 历六道轮回之苦 得诸佛菩萨 究竟圆满之路 那么这些禁教 我们由于都遇到了 那不但六道苦 四圣发劫也苦 苦在哪里呢 无名媚婆 六道里面苦 生死轮回 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有佛能帮助我们 我们要整干 讲经天天劝人 就是天天劝自己 我曾经跟人说过 我讲经55年来 一堂寇不缺的是谁 是我自己 我自己修的最圆满 别人总有缺口 不能像我这样一堂寇不缺 真的是自读 读别人是假的 读自己是真的 别人 那得有缘就得读 没有缘的不能得读 什么叫有缘 他正干 他可以跟我一样的读 正干 包括用真诚心 用恭敬心 用缘满的幸运 他就一定成功 真诚心不容易 恭敬心也不容易 真正的信心 没有丝毫怀疑 这也不容易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间还有留念 你未必能缺 你要把这个世界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你就有份 这也不容易 我们天天才学尖教 为什么就会这个